腾讯体育9月23日去,用冰火仰虫间,来形容内玛尔在对雷恩时的表现颇为恰当,在前30分钟里,巴西边风只顾着与对手纠缠, 但图克尔做出战术调整之后,内玛尔最后用10分钟三次送出关键传球,并且参与了本队最后两个进球,内玛尔被激活,对利沃普一战,内玛尔的表现受到了媒体的批评,在对报的评分中,巴西人仅仅得到了4分,在队内仅高于得到3分的卡瓦尼,马基尼奥斯,阿里仁堡则指出了内玛尔的问题所在, 离开巴萨,巴西人是希望摆脱梅西的阴影,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像梅西那样真正成为球队的核心,领袖,然而,内玛尔却过于强调个人主义,横少为两个封线队友传球,这就导致卡尔尼,穆巴佩,总是在做无效跑动,阿里的进攻效率,也就无法令人满意了,除了进攻过于依靠个人能力之外,内玛尔还几乎从不参与防守, 这让身后的贝尔纳特处于孤立无援的局面,更让媒体和球迷失望的是,被视为欧洲最强三叉几军一的内玛尔,穆巴佩,卡瓦尼在一年的时间里,几乎在欧关毫无严重,这三元上一次集体有出色表现,还是在2017年9月30日,也就是对外人穆尼黑一战, 当时卡尔尼,内玛尔各入一球,帮助本队以三比零取胜,然而,从此之后,阿里这条身价达到4.68亿,欧元的封现在欧关的表现总是令人失望,如何激活内玛,达, 图赫尔选择了两种方式,首先,与爱玫尼不同,图赫尔与内玛尔的关系很好,在世界杯之前,德国人两次遇到内玛尔时都主动拥抱弟子,这显然是巴西人更喜欢的方式。 其次,图赫尔还认为内玛尔更适合踢前腰位置,认为他在这个位置上会得到更大活动空间,并且因此,围球队制定了3412阵型。 事实上,对内玛尔来说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三季,首先,阿里上赛季在16强下就被淘汰,巴西国家队也在俄罗斯世界杯早早被淘汰, 内玛尔本来希望在转投巴黎之后利用这两项赛事来冲击金球奖,结果反而让莫德里去抢了风头。 其次,内玛尔在俄罗斯的表现备受批评,认为他喜欢单打独斗的方式拖累了球队,在新赛季里,蒂特让内玛尔正式接过了队长袖标,而在俱乐部,图赫尔则赋予了内玛尔战术核心的角色, 这意味着他将承担更大的责任,如何承担起责任,去挑衅对手,去依靠单打独斗来戏耍对手,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。 在赋予利物谱之后,雷恩成了内玛尔面对的重要讨厌,而他在前三十分钟和后六十分钟截然不同的表现,恰好为自己指明了未来的道路。 内玛尔上赛第三次对战雷恩参与了六球,连赛做客雷埃中公园时更是交出了两球二助攻的漂亮成绩单。 然而,内玛尔在连赛杯赛者赛对战雷恩时的表现,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。 在巴黎到比芬领先的情况下,他先是被不停球,之后挑球突破了塞利克,之后又在放党特拉奥雷之后做事要拉起对手,然后却突然伸回了手。 他的这两个动作,激怒了对手和球迷,认为巴西人过于傲慢,自大,时隔八个月在主交锋,雷恩这一次的端术很简单,那就是用凶狠的犯规,来恶至内玛尔的发挥。 开场不久,雷恩又炸就在进区前一脚踩发了内玛尔,巴西人也毫不顺弱。 在对手出球之后,故意从背后撞倒了塞拉奥雷,在主裁判明晓之后,内玛尔还举着双手向主裁判示意,我本来想躲着他,结果实在是躲不开了。 故意与对手较劲的心态,让内玛尔无法抓住于比赛,在前30分钟的时间里,巴黎竟然只有一脚射门,而这一次也是内玛尔在警区且慢无目的的远射, 看到内玛尔只顾着与对手较劲,突赫尔对阵型做出了调整,让内玛尔回到了前腰位置上,迪玛尼亚则来到左翼。 德国人的这一调整显然是巴黎最终逆转取胜的关键,最重要的是,这次调整激活了内玛尔与传通的前腰相比,巴西人的位置退得更深。 这就让对手无法延密盯防,内玛尔得到了更多的进攻空间,远离球门摆脱对手的盯防之后,内玛尔发挥出了自己出色的传球视野,和精准的传球技术。 下半场的三次传球,几乎帮助巴黎打入三球,中场休息之后仅仅47秒,内玛尔就在中圈乎,送出了手术刀时的支传,可惜卡瓦尼突入禁区,之后的一几滴射击中了门柱。 尝到了铁头的内玛尔第六十一分钟几乎在同一位置,以同样的传球方式为莫尼也送出了秒传。 这一次巴黎又宅没有措施机会,以一脚漂亮的右脚地设破门,巴黎第三球同样有内玛尔的贡献。 巴西人中路的分球,让德拉克斯雷与莫尼也配合之后为舒伯莫廷送出了助攻,位置后射也减少了内玛尔的胜门机会。 巴西人思议只有三次射门,除了上半场的高射炮之外,内玛尔其他两次射门,几乎是在十秒之内完成。 巴西人以及卡瓦尼的连续三角射门间连背后位挡出,然而,有了内玛尔的调度,巴黎的进攻更加犀利,传球更有传透性,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破门良机。 值得一提的是,六轮之后,巴黎已经打入了20球,仅次于本队上赛季打入了21球,而这也是21世纪仅有的两个前六轮打入20球以上的成绩。 在火力不减的情况下,从3412、433、4312到4411,突赫尔在努力寻找最适合巴黎的阵型。 至少在对雷恩尼战里,德国人找到了使用内玛尔的方式,让巴西人担任前妖,会让他摆脱对手的纠缠。 同时,442阵型又让球队两个边路的攻守更加平衡,阿贝尔。